我们宣布 最后能够进入到 资源争夺的事 第一组的表演 祝贺 你们四位 在下一轮表现最优的 将会成为今天的破资源星星 获得本期的所有四项资源 而下一轮考核的内容是 即兴表演 即兴表演 现在我跟大家说 你分别扮演的四个角色是 桀骜不逊的附加功夫 自信满满的超级学霸 李公柯低情商呆卦 柔情似水温柔暖男 好 迅速准备 黄老师我们有多少时间准备 没有什么时间 其实我们在上场之前 我们四人心里特别慌 其实根本是没有时间的 你也不知道下一秒 下一句话他们会说什么话 你要怎么接 好 来吧 我们配合好就说什么就听什么 记性表演啊 不能太久啊 然后我们就接什么就OK了 好吧 准备 随着超次元学院下课铃声的响起 同学们相继来到了学校食堂 孙梅组好 孙梅组好 上大大军航女 孙梅组好 公子齐 大哥 来了 哈 我觉得记性表演找人物的时候 从身边的人物找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演的是一个理科呆瓜 我觉得公子齐就是个呆瓜 所以我就让弟弟叫我公子齐 没吃饭啊走那么慢 喝过红酒没有 有没有的品味 大哥你要吃什么 先来点那个吧 水果来点水果 大哥来吧 干啥 我 我 我是猪马啊 我 我能吃这么多啊 你啥傻呀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同学们平方 房下有没有平方 前面还有个平方 这样怎么紧 这个时候 美丽的笑话倩倩来到了食堂 不晓得是前面排队的 四位同学 正式暗恋自己的四位同学 没吃饭啊 嗯 来啊 高子齐 快去给我买好吃的 不用不用 怎么能让我女生吃食堂啊 快快快快去 没关系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这么客气 不用了 要不然 你们能帮我打 媳妇我爱吃的菜 那你爱吃什么 我来 以我的计算 以我的计算 我算出来了 他要这个配这个 然后再配这个配那个 我计算好了 这道菜的卡路里 绝对不会超过你平时要的那样 我就不信没有算不出的答案 没关系 我吃饭不计算卡路里的 不计算卡路里的 我还是喜欢吃大肘子 大肘子 大肘子 大大大肘子 挖挖挖 等会儿 鸡翅膀 大肘子 不够肥 而且要红烧的 现在我这样跟你说话还习惯吗 不点习惯 你去吃大蒜吗 你吃大蒜所以吃棒棒糖是吗 你吃棒棒糖也不管用 不是 你吃 我吃 我昨天吃的大蒜 今天应该没味儿了 是今天早上我吃的大蒜 难怪大蒜 我忘不去了 我就说 是吗 一股香味吗 大肘子 好 既然你们都对我这么好 那你们给我唱歌吧 你们给我唱歌吧 你们给我唱歌吧 这是我们的小星星 他们连这一块了 我觉得这世上 来配上我女生 这么美的容易呢 就只有这些鲜花了 虽然今天准备的充满没有多少 不过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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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如果你看你 对不起 不是水 不是水 我是想说 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个花 你有男朋友了还吃我大蒜 我没吃你大蒜 你才有男朋友了吃我大蒜 我没吃 认识我 认识我 你别动 还男朋友吃菜 倩倩 大蒜子来了 倩倩 俊哥哥 你怎么才来 你怎么吃食堂呢 你不让我给你买大肘 这次同学什么情况 我是来吃大肘 然后就有四个人 然后来给我打了好多吃的 但是都不是我爱吃的 我知道你爱吃大肘 走 回家吃走 同学们再见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老婆 我现在就回了 我们先听听看当事人的感受 倩倩你在台上的感受 四个人围着我转 这四个人都挺有特点的 我觉得他们在舞台上 都还挺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还有自己要该干什么那种 演得不错 演得不错 面具男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行动 机型表演最难的是 你同时在编剧 同时在表演 还要对方跟你配合 作为第一次的机型表演 能够这样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看看今天我们最后 破字缘和封印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 这世界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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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这世界很酷